穿着橘色服饰 头包长布巾的弄蛇人 吹奏着传统乐器 为印度苏拉杰昆特节的露天市集 揭开热闹的序幕 近年来因为动物保育意识提升 职业的弄蛇人越来越稀少 这个民族文化节 却是少数可以看到弄蛇艺术表演的机会 代表印度文化的街头舞蹈表演 以及传统乐器的吹奏 都为节庆天真热闹气氛 走进市集 印度的传统服饰 色泽鲜艳抢眼 以饱和色系或是明亮的色彩为主 加上各种绣花装饰 展现高超的手摇纺织技术 在另外一个摊位 艺术家乔首制作各式各样的人造花 供游客欣赏选购 而精致的艺术家乔首雕塑出人偶像 诉说着许多传统文化的故事 第29届的苏拉昆特节 共计有18个国家一同参与 并且以印度的切蒂斯格尔邦 为主题城市 这个为期15天的民族文化节 是年度盛事 展现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传承印度的艺术机翼 并且推广手工艺品 增进销售机会 这个民族文化节 让不管是来自印度本地或是其他国家的艺术家 拥有一个理想的平台 可以展现创作常才 以及未来丰厚商机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 今年主办的哈利亚纳邦观光局 更邀请许多大型的表演艺术团队进驻 带来充满文化传承意义的舞蹈和音乐演出 切第四格尔邦的名称 印度语执意为36个部落 一直古代此处的36个部落 这个邦的女性人口比例较高 但因为受印度教正统宗教影响较少 许多文化风俗都保有当地特色 相对于其他邦 女性享有相对较高的权利 能参与社会组织 发表言论 自主选择婚姻 甚至自主选择离婚 来自中东地区的手工一家 文化艺术团和艺术界大师 也共同参与今年的苏拉杰昆特杰 身穿粉紫色舞衣的女性舞者 为在地游客带来中东风情的民俗舞蹈 苏拉杰昆特杰让质朴的原乡在地区域 成为在地艺术家与外国旅客分享的地方 吸引上百万国民与外国旅客前来参与 直接让具有商业性的手工艺品 可以被买家看见 也借此维护传承传统文化记忆 记者日子杜希林博宏编译